对于已知在过去12个月 取得40%左右涨幅的个股而言 对于任可宇正在关注Telstra的朋友来说 如果错过了3澳币左右的入场时机的话 从图形来看 3.5澳币的上下区域 可作为接下来的入场参考价格 作为电机行业的龙头 Telstra长久以来被投资者经济乐道的另外一点是 公司在分红派息制上的慷慨打放 截止到目前为止 Telstra每年分红派息两次 年股息率维持在4%到5%区间 考虑到Telstra股价兼具稳定性的特点 在将分红派息与股价稳健两者结合考虑之后 Telstra值得正在寻求仓位规划的朋友 酌情进行适当比例配置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Telstra澳洲电信 是澳大利亚一家提供电信与信息产品跟服务的供应商 截至到目前为止 Telstra拥有固定宽带移动网络 网络应用服务与数字媒体等主体业务 同时Telstra涉足海外国际业务 截至目前为止 Telstra产品与服务分别是 零售消费者与中小生意 中大型企业与政府部门提供网络规划 技术方案 数字平台与云服务 跟面向其他运营商提供电信产品与服务的 这四大义务方向 在过去12个月左右时间 Telstra股价增幅达到了40% 如果将年化4%左右的分红派息计算在内 拥有Telstra的朋友们的年回报率 毫无疑问是可观的 而Telstra之所以在资本市场之上 获得投资者们的追捧与青睐 在我个人看来 其最大的一个原因 可能是因为Telstra在节流方面 做得比较出色 至深疫情所催生的大环境之下 相比于其他行业 Telstra在开源方面获得自然优势 而在节流方面 近些年Telstra一直在推行 人员与业务之上的精简操作 当对于NBN的巨大前期投入 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慢慢消赞之时 从公司过去一年的公告信息来看 Telstra将移动网络与数字媒体 作为接下来的重要战略方向之一的决策 在我个人看来 毫无疑问是绝对正确的 截至到目前为止 在移动网络市场之上 Telstra以44%的市场占有率 领先于竞争对手Optus的35% 与沃达峰的21% 而在高速网络与数据托管等增值服务的赛道之上 Telstra同样优势明显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3-8658-0602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